进来 盐老师 嗯 吃啥 我先登系统买 嗯 好 请进 你好 你好 李倩倩 好的 是 哪里不舒服呢 你先看我眼睛吧 你眼睛怎么了 对 你看就有点发炎 有点黄 包括我皮肤你看的 好像是有点 对 身上也有一点是吧 对 就然后最近就开始变黄的 因为都很不好看我就很着急 哎 没事 没事 最近是多久呢 具体是 不到一周吧 就是直径开始变黄的 然后最近有点胃胀 吃一下饭去 好的 特别闻到特别腻的东西 就特别想吞 还有什么其他地方不舒服吗 然后每天也很累 然后乏力 这应该跟我分手没关系吧 用分手啊 这又是一个分手的 然后我也很焦虑就每天 然后睡不着觉 睡眠 然后睡不好这种 突然这样子 是因为吃了什么东西吗 还是怎么 我没吃什么 好 是不是跟我减肥有关 哦 减肥啊 你减肥是怎么减肥的 我减肥就是有吃减肥药的 吃了减肥药是吧 减肥药 不能乱吃的 您那个减肥药具体是什么名字 你知道吗 不知道 就是这种 你给我看一看吧 什么时候开始吃的呢 就是二十多天前吧 我看您身材挺好的 因为我身材挺好的 为什么 我就是吃了减肥药 才瘦了二十多斤 哦 二十天瘦了二十斤啊 对 哦 二十多斤 太可怕了 可是被毒瘦的吧 就总想再好看一点 因为我觉得如果早瘦下来 我也不会分手 是啊 而且我很想再加大鸡 要不 要不我跟您商量一下 您要不可以先不要吃了 您觉得怎么样 对对对 因为我每天都很焦虑 我很担心我自己会变你 不要不要给自己这么大的压力啊 就会变回去 就现在这个变黄嘛 其实主要是跟这个药物 关系是很大的 当然现在不能够完全确定 可能还要做些检查 那么我给您开一些检查 好吧 顺便我也给您测一个肝肾的功能 来判断一下您肝和肾现在他们的健康情况 然后再咽个尿 也可以看也可以找到这个原因的 好吧 好的 到时候把黄胆搞好之后就可以了 好吗 好的 王伟航他很敏锐 听到他的病逝以后 啪一下就把这个减肥这个减肥药 这个事情给给给给抓住了 带着笑意 就顺着这条线确实查出来 黄胆是高的 肝肺是有损伤的 根据这个检查结果呢 胆道系统没有太大的问题 可是的话呢 通过这个检查来看的话 您那个药确实不能够再吃了 我给您开一点药吧 好吗 或者您可以给我开一点护肝 然后治疗的药 对的我会给您开的 要不这样吧 要不这样吧 半个月之后 您再过来复查一次 好吗 好的 好的 谢谢您 好的两星期之后再见 好吧好吧 记得去拿药 按按你底次 好的好的再见 我觉得发现那个减肥药这个不难 我也觉得好像感觉 比前面两个病人难度低一点 嗯对 趁这个时候再好好思考一下 把脑子里理清楚 整条线 有没有什么环节忘掉 哇 杨老师说话就是很 一针见血 教过你的呀 是不是 是不是要有一个 思路 临床思维的扩展 然后呢 还要一个 鉴别 对不对 很多事情不是说 你想想是怎么样就怎么样的 你就下一个啊 漏掉什么了呢 有没有什么环节忘掉 我这 我是先登系统不是吗 嗯 他基本上都放在那里了 好 走 好 可以登进去吗 我看一下 等我失败 好了 可以了啊 对 嗯 请进 你好 艾生 你好 我是周宁 行 你的那个卡 病人给你 行 我今天啊 就是来看一下 我这边肚子啊 就是有点痛 你知道吧 痛到还好可以忍 关键是昨天晚上去喝酒 就是稍微有点醋 我平时喝酒吧 都不醋点 我觉得我的身体有问题 你的生 出生年月是 嗯 要97年的 97年几月 9月7号 9月7号 对 然后今天起来吧 就没啥胃口 也没啥力气 就比较难受吧 我想要来看医生 你第一次痛是什么时候 半年前吧 还差不多 半年前就去医院检查 医生说我什么 乙线炎 然后呢 在医院嘛 住了一个星期 我想 住一个星期好了吗 又开始喝酒了 你是最近 也是因为喝酒 喝的比较多 出院以后 大概多久一次 喝酒吗 几乎每天都喝老酒呀 其实我个人的建议啊 就是 你现在发作 然后现在还疼吗 我看你的状态还不错 对 就是有可能见到你 好点了吧 但是隐隐作痛还是有的 这个痛也能忍受 就是喝酒喝不下去了 疼的 我是医生 给你的建议就是 这两天先别喝酒 主啊 我这么多年养成的习惯 你别喝酒了好吗 健康重要 我工作压力这么大 医生你工作压力 肯定也很大吧 对 对啊 我选择睡觉 我选择睡觉好吗 你多睡会儿觉 两个人在吵架 对 完全说服不了病人 我觉得就是一些人 你现在痛 但是他有些时候 可能会变得严重 我先给你开点检查 你不介意吧 检查是吧 对 那做什么检查 我先给你做一个 腹部的B超好吧 这个比较便宜 我跟你说B超不用做 直接做CT吧 行 那可以的话 那我就给你做个腹部的CT 一下被拐走了 医生你好 我看一张拿出来了 行 我看一眼好吧 看一下你的片子 你看你这一块的话 就是比较偏大 所以说明你的椅尾 然后有一个囊肿 腺体的话 它是考虑一个假性的囊肿 但是还好 这是一个良性的病变 好危险 现在的情况的话 我估计良性的病变比较好 我现在给你开点抗生素 就是给你吃点头包 这些广浦性的抗生素 把你的炎症消掉来 就吃药去吧 对 然后如果你疼的话 然后如果你疼的话 我还可以给你开